目前西北太平洋還有南海有兩個颱風 那首先是16號的諾盧颱風 那不過它是往中南半島的方向來行進 對我們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中央氣象局表示今年第16號颱風諾盧 目前位於鵝卵比南南東方正向西前進中 對台灣沒有影響 另一個颱風庫拉線在位於台北東方 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 過來行進向西北移動再向東北前進 對台灣也無影響 另外氣象局表示週四以前都是好天氣 週四之前水氣會比較少一些 白天是溫暖微熱的天氣 那早晚天氣比較涼 日月溫差會稍微大一些 在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還是可能會有一些短暫雨出現 中午過後就是在嘉義南地區 還有各地的山區 也可能會有幾乎的短暫的一陣雨 氣象局提醒週五開始水氣會變多 主要下雨的區域在東南部地區與恆春半島 南部地區與山區也會有午後局部短暫 雷鎮宇會一直影響到週日才會轉勤 原室新聞烏魯台北市採訪報導